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是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必然会有领导层和被领导的另外一个群体。 一个国家有领导层,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领导,一个教会有长老知识牧师传道在领导, 一个教会就像国家一样是否能够成长,完全起结于他的领导的数字。 如果他的领导层是强的,是爱主的,这个教会就跟着能够成长。 换句话说,领导层界定了教会的前景。 而领导之所以会有效力,因为他被赋予了权力。 也因为这样的权力使他有效地去运作、去带领。 可是,全部是两任都好的。 所以权力也一样会使教会的领导败坏。 一个国家的总统都可以贪污,使得国家受损伤。 同样的,如果教会的领导在权力上被污化了,同样教会会受亏损。 领导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穿衣服,这个地方叫做领,这个地方叫做袖。 而领跟袖是最脏的地方。 所以作为领导的人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弄脏自己。 因为权力会叫人心醉。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权力。 为什么权力叫人心醉呢? 因为它能满足人的骄傲或者虚荣心。 耶稣的门徒跟随他这么长的时间。 他们对免疫,对权力也没有任何的免疫能力。 他们也希望在上帝国来临的时候,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 圣经说他们为着谁伟大而争吵。 听神的话是一回事。 能不能去试见神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耶稣在三年多来一直不断地去操练他的门徒。 上帝用自己的道也用自己的生活行为去教导自己的门徒。 他很清楚地说,你们中间谁伟大的就必做你们的佣人。 谁愿为守的就必做你们的佣人。 正如耶稣本身一样替门徒洗脚。 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宿价。 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门徒。 并且以身作折地影响他们。 然而门徒还是为着权力彼此的相争。 我们刚刚到教会的时候是很单纯的。 后来被选做知识了,做长老了。 有一天发觉我的名字为什么放在下面,不是放在上面,而有一点不开心。 这就是人的虚荣心就出现了。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免疫的能力。 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称赞我们。 我们有一种希望别人肯定的虚荣。 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天天都在追求金钱,名望和影响力。 这都跟权力的欲望有关系的。 如果你金钱多,你就很可能会被选做会长。 你看世界上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团体是没有钱的人来做主席的。 福建会馆,潮州会馆,广东会馆,都是有钱人做主席的。 所以追求金钱其实跟权力是有关系的。 你做得越高,你的名声就越大。 你说的影响力,你的话的影响力也越强。 这都跟权力是有关系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权力。 权力还有什么作用呢? 它会给你一种安全感。 甚至可以控制别人的命运。 我权力大,我说了就算了。 有人说话没人听,因为他没有权力。 所以老板有权力。 他叫我明天不必上班,我就没有机会上班。 因为他的权力大。 所以权力能够界定别人的命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权力。 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我们要如何对付被权力腐化的可能呢?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是受造之物。 我们的本体是会朽坏的。 上帝创造亚当和西阿娃。 被造的都是有限的,有限的是被造的。 上帝是无限的,因为他是创造之主。 我们这些被造的人都是会过去的。 我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 我前面日子大概不会太长。 我30岁的时候就觉得前面还有很长的日子。 当你越来越靠近坟墓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有限。 可是人不希望自己有限,要变成无限,那就是亚当堕落的开始。 魔鬼对他说,你可以跟上帝一样。 什么叫做跟上帝一样? 那是无限的,是无始无终的。 那是太令人喜欢的事。 所以人的堕落并不是他的有限,而是他不能接受自己的有限。 当我开始发现我会过气的, 我为什么要紧紧抓着权力呢? 我有一天都会过气,只是早一点,迟一点而已嘛。 你就不会迷恋权力。 有一些人被金钱抓着。 我刚才跟一个人吃饭, 他说我欠我的弟弟。 我弟弟很有钱。 他太有钱了,可是他很吝啬。 我就对他说, 不要钱,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使你在公堂,而你在法庭吵架。 你很有钱,你要小心。 不要人已经上了天堂,钱只是在银行,带不去吗? 那么,执你为着你银行的钱,在公堂,在法庭吵架嘛。 为什么呢? 不认识自己的有限。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限,会过气。 我们就不会死死抓着那会过气的任何的事物。 我们更不敢要像上帝一样。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第二,认识权力是一种的恩赐。 是神赐给我们的工具。 我们要好好地用它。 而不是被它所奴役。 所以,权力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工具。 你要用它,而不是被它用。 金钱只是一个工具。 你要用它,不要被它用你。 所以,魔鬼也知道人的贪欲,人的虚荣。 魔鬼想利用权力,这个工具来破坏人,来摧毁人。 可是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我把这些看成是粪土。 你会喜欢粪土吗? 米田共你喜欢吗? 那是又臭又脏的东西。 当一个人能够把金钱,把权力,把这些东西看成是粪土的时候, 他的人生就不被这些事物所捆绑。 所以,耶稣的一生是非常清神。 即使天空的飞鸟有窝, 浮里有洞,人子连安枕的地方都没有, 他还是那么样的昂然的生活。 。 可是魔鬼却要用这些东西来迷惑耶稣。 他说,你叫这石头变成面包,人家就跟从你。 。 你从垫顶上跳下来,上帝差遣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免得你掉在石头上, 大家就会来跟从你。 他说,你只需要下跪,人家就会来跟从你。 我要把天下的荣华富贵归给你。 只要你向我下跪,全世界人都会跟从你。 这就是魔鬼的伎俩。 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同样的伎俩。 所以不要把金钱,不要把权利,当作是我们终继的目标。 把它看成是一个 means,一个过程,一个工具罢了。 这样人生会过得洒脱一些。 像耶稣不被这些东西所迷惑。 第三,我们不要随意滥用权力。 我作为一位长老,知识,牧师传道, 基本上我就是教会的领袖。 那我有权利来做一些的事。 可是要记得,权力跟责任是在一起的。 当你动用权力而没有责任的时候,就叫做滥用。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次用权力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的责任。 我要对上帝责任。 我要对会友负责任。 我要对你负责任。 你要对我负责任。 当大家都有一种责任在心的时候,就不可能滥用权力。 相反的,不要用权力去对抗权力。 我的权力比你大,我压死你。 这么多年来,我在新加坡生命堂侍奉。 其实我1993年就开始在这里服侍了。 那之前1984年,我已经来新加坡生命堂。 我一直到1998年才全职地在这个地方侍奉。 我非常感恩这些年来,我们教会没有权力斗争。 我看见长老对知识也很客气,知识对知识之间也很和谐。 教牧团也很合一。 教牧跟长子关系也很和谐。 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教会是一间好的教会。 我很感恩。 当没有权力斗争的时候,那个教会就是和谐的,是美好的。 我希望这个传统会在我们教会里头继续成为我们的生命。 渐渐的新一辈,年轻的长老知识都开始出来了。 让我们的教会继续保持这种合一的精神 我们不用权力去对抗权力 相反,我们用神的话,我们用神的爱 去扶平彼此的伤害 更要避免 将公义作为借口来使用权力 你看,爸爸打孩子的时候讲一句 我都是为着你好,所以我打你 你知道真的是对他好,还是发奋自己里面的怒气呢? 我要自行公义,所以我这样对付他 所以公义的法医成为权力的外袍 这是很可怕的 有一些人去放炸药以后,他说我替天行道 我为着上帝自行公义 这是很可恶的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真正的是关爱和平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我们今天要用行动来服事 用行动来对付我里头的虚荣心 圣布尔纳曾经这么说 他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先知的工作 你所需要的不是一根权杖,而是一把锄头 换句话说 就是去做,去服事 不是去命令 不是去控制 而是真正的像耶稣基督一样 我来了是要服事人 不是被人服事 这样的一个领袖 我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领袖 是一个向人,向神负责任的领袖 今天有一句非常属灵的,不属灵的话 我告诉你,你不要怪我 我向上帝负责任就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向上帝负责任就是了 是一个非常属灵的话 却是一个非常不属灵的人 一个向上帝负责任的人 一定是向人负责任的人 说真的,你有没有向上帝负责任 只有上帝知道,我确实是不知道 但我知道使徒说了 你若说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 却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 你是撒谎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负责任 这样就不会滥用权力 最后我要说的 可慕神的权柄 不是可慕从人来的权利 约翰跟彼得从美门出来 经过了美门 他对那个向他讨妻 瘫痪的人说 金银财宝我没有 我奉拿撒冷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这就是权柄 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 金银财宝我都有 我不能奉拿撒冷耶稣 叫你起来行走 我们的服饰没有影响力 我们讲道不能使人悔改 我们的小组不能使他的家庭改变 这就是没有权变 真正的权变 就从上帝来 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文是说他大有权柄 圣君甚至说连鬼都怕他 他叫鬼鬼就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 我们渴慕神的权柄 不是渴慕人的权利 渴慕神的荣耀 而不是渴慕从人来的荣耀 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 愿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让大家都同心合意 让大家都谦卑地服侍神 我们一起默默地祷告 Let us pray silently 至高全能的上帝 祷告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 并且能够使用你给我们的权力 权柄 给我们的声望 来服侍你 高举你 让我们一生 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被你称赞为忠心的仆人 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在家中作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父母亲 在教会能够成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We pray all these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Thank you